湖南常德德山监狱一名重刑犯近日越狱 昨天逃犯的踪迹已被发现 目前200多名狱警无警 已经将方圆5公里左右的两个山头包围 围捕圈正在缩小 这起犯人逃脱事件发生在15号上午8点左右 逃跑的犯人名叫刘洪因盗窃罪被判刑 此前就曾因越狱脱逃而被夹刑 目前的刑期为20年 德山监狱方面昨晚首次向媒体表示 刘洪是翻墙逃脱的 而不是此前媒体报道的凿墙逃跑 至于刘洪如何能够翻越4.5米高的围墙 监狱方面并没有透露细节 刘洪越狱逃脱后 德山监狱立即展开搜捕 并悬赏5万元缉拿 据德山石门桥镇丽山口一带的群众昨天举报说 他们发现了越狱饭逃跑过程中留下的饼干和烟头 还有群众说 刘洪曾去当地居民家讨东西吃 估计逃犯藏身在当地两个山头上 而来自警方的线索称 他们在抓捕行动中发现了逃犯留下的新痕迹 目前大批警力正在丽山口一带的山里进行围捕 德山监狱所在地张木桥 距长德市区约15公里 是一座关押重刑犯人的监狱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